今天我们开会的内容是股像改建的设计事项 经过前期同事们在股像的实地考察 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 有了以下的初步设计方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股像的实景照片 大家看一下 股像的环境优雅 植被较多 改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护 下面有请我们本次设计的主设计师布染上台 为我们做详细详解 就如刚才姚蜜所说的 在大家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之后 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我们这次改建呢 首先要加强它的安全措施 环保节能 还要增强它的公共设施 然后在改建的过程中 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 并且保留股像的原有历史风貌 如需进行拆除或是结构改变 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 进行详细的记录和照片 和照片的拍摄 在改建完成后呢 还应该考虑如何回收并利用废物资源 减少环境 减少环境污染 以上 感谢不然的分享 今后的工作 我希望市场部能够加强 与各供应商之间的配合 不许再偷拍我 然后设计部这边 我希望你们能够 积极配合不然 陆总 有请陆总为我们总结发言 不然 我觉得你讲得还是不够详细 到我办公室来 我好好给你讲讲 这 这讲得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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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挺新的呀 这怎么回事 那都说了怎么了 不知道 你没完了是不是 不然被叫办公室了 这下草了 你说里面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冲动 你想死 不想死 想你 行 看谁怕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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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你说陆总和布人该不会打起来了吧 好像是 还挺激烈的 布人早看陆总不爽了 但我没想到他真会动手 都没工作吗 还有时间聊领导八卦 姚蜜 你赶紧去看吧 再晚怕是要出事了 怎么会出事 干嘛 陆总 有话好好说 你刚才认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 你现在知道捡了 你搞事实 今天是陆总宁先挑事的 如果你以后继续公司不分 类似的事情还会再发生的 注意你的态度 以后会注意的 管理公司的上下级关系 这我自己可以收拾 没事了你可以出去吧 哎呦 真是真的到处都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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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